欢迎收看有线新闻,我是刘天盈 一只野猪闯入梦角花墟,咬伤一个花店老板 扰让两个钟后,鱼户处兽衣发射麻醉窗制服他 厨方说已经将他人道毁灭 苏敬华捕道 一只野猪身长1米2,重大约55公斤 闯入花墟一间花店 手持长盾的警员与他对峙 不过野猪一样成功突围 跑到他旁边另一间花店 老板尝试用棍将他驱赶 警员指示老板向后走 但是野猪同时闯入店铺里面 老板尝试逃手驱赶野猪 只猪不断挣扎,警员出动警棍 老板尝试捉住野猪的两只耳朵 警员用胶筒套向野猪 花店的老板就被咬伤 之后一度站在货车的升降板 板上面有血迹 野猪之后一直留在花店里面 渔户处人员之后到场 手持麻醉窗入店铺里面 大批警员持长盾在里面戒备 之后又将店铺里面的货物移走 渔户处人员最终发射麻醉窗制服野猪 几个人员合力将它抬上车 厨方说已经将它人道毁灭 事发之后花店一片混乱 吃完华老板养的两只狗 都有尝试追咬野猪 医术过程当时又有余悔 受伤的老板40岁 右手右脚流血 初步治理之后 送去广华医院 游戏新闻 苏敬华报道 政府今晚开始 一连三日在湾仔海滨夜市 设立驱选宣传摊位 驱选夜彬分即日起至23号 在湾仔海滨游艺坊摆设摊位 派发宣传单章 纪念品 有游戏和专人讲解 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区议会选举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月底将会推出 驱选进社区活动 在各区商场等宣传驱选 呼吁选民投票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还有不够10日 新思维主席迪志远说 有意参选的两个党员 获三会成员口头承诺给予提名 但承认和门栏仍然有距离 三会成员口头上支持我们提名 有 但是每区要三会各三个 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未来一个星期 我们是会继续努力 再尽多些办法 正如刚才讲我们去写发信 我们打电话 或者动员朋友介绍其他朋友 坦白说我都叫做做烂的事的了 见到他有票我都问的了 在立法会这几天我们在立法会 我都开口问的了 喂旅游记那些票完不完 支持一下我们 那都有说的 新思维早前说会派三人参选 不过因为经费不够减为两日 对于有非建制派反映 难以撒取三会成员提名 立法会以原谅美分认为 要视乎参选人的地区政绩 就不是说我想参选我就可以参选 因为它有三个游戏规则 有直选有三会 然后有委任的 其实都要符合真正的质素 和地区服务的历练 还有那个决心 那决心怎样看呢 就可能你之前在那里服务了多少 人家会不会你 所以这个其实 拿提名我认为是考试的时候 警方逮捕了一个30岁男人 他涉嫌着校裙假扮女学生 躲在黄大仙一间女校的女次次隔 偷窥和偷拍 据了解是德望学校 苏敬华报道 30岁男儿犯星期五晚 在新蒲江一个工厂大厦单位被捕 警方带他去将军澳的寓所搜证 检走大批证物 包括多条校服裙 女装内衣 丝密等等 也有多部手提电话 警方星期一 接获黄大仙区一间中学报案 有学生发现有人穿着校服裙 躲在女次 被发现之后立刻逃走 警方在翻查校园内外 和附近的闭路电视记录之后 以涉嫌规隐 拘捕男儿犯 据了解他闯入的是德望学校 而根据我们暂时调查结果的显示 该名男子在10月16日的早上 是曾经穿着该校校服假扮学生 然后进入了校园 并藏匿了在类似的一个刺隔里面 而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资料和证据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名男子在刺隔里面 是进行过一些偷窥或者偷拍的行为 暂时我们在疑犯的处所 和刚才那个工厂大学的单位里面 暂时未找到那间学校的校服 警方说暂时未收到其他学校 有类似案件发生会继续调查 有线新闻 苏婧华报道 埃及连接加沙的拉法口岸已经开放 哈马斯说大约20架运载药物、医疗物资 和小量罐头食物的货车 今天会经拉法口岸进入加沙地区 口岸在当地早上10点 即本港时间下午3点开放 据报部分货车已经入境 另外以色列的美国大使馆说 不知道口岸开放时间有多长 也不清楚有多少加沙民众可以经口岸离开 另一方面 哈马斯释放一对美国母女 在月初突袭以色列以来首次有人质获释 陆子情报道 哈马斯发布放人的片 见到17岁美国少女纳塔利 和她59岁妈拉亚南 由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协助离开 这队拥有以色列国籍的母女 月初由美国伊利诺伊州 去到以色列南部度假探亲 谁知遇上哈马斯特杂一起被脑走 哈马斯发言人说 是在卡塔尔卧船下 基于人道理由释放人质 他们已经由加沙回到以色列 家属说他们没有带外 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先获释 美国总统拜登和这对母女通话 承诺华府会在他们休养期间 全力提供支援 美国说相信哈马斯手上 还有大约200个人质 包括美国人 又说目前还有大约10个 身处以色列的美国人失踪 拜登再和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通话 讨论营救其他人质 又感谢卡塔尔卧船 卡塔尔当局形容 连翼沟通取得成果 会继续和哈马斯对话 尋求释放人质 乙军批评哈马斯扮引导 实际上是仲协持着 虎语的恐怖组织 声言忌讳研究人质 也会殲灭哈马斯 尼巴勒斯坦指责乙军 光榨加沙里面的东正教教堂 造成大批避难的平民伤亡 乙军回应说 绝对不是针对教堂 而是空袭附近的哈马斯指挥中心 教堂部分建筑受到波及 游线新闻 陆子晴报导 芬兰说一手香港注册的中资货轮 可能与月初海底天然气管道受损有关 亦说初步调查显示 损毁不涉及爆炸 何兵美报导 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天然气管道 和通讯电纜 今个月初怀疑被蓄意破坏 芬兰国家调查局说 这手中资 挂着香港区旗的货轮 《新新北的穷号》 经北海航线往返中国和欧洲 它的航行路线 经过的地点和时间 和案件蚊合 根据船只追踪网站 《新新北的穷号》 在欧洲东部时间今个月8日凌晨1点左右 驶过涉事的天然气管道 管道营运商说 天然气泄漏发生在当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 货轮过几小时后 驶过另一条通讯电纜 电纜之后亦都损毁 营运商拒绝透露实际受损时间 爱沙尼亚海军就说 天然气泄漏大约2个小时后 电纜受损 当局将会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 撤查事件 并且会深入调查货轮的航行路线 又说监证实验室 正是分析现场採集的证据 初步说气管损毁 是由机械性外力造成 暂时没理由相信和爆炸有关 而海藏有一件巨大物件 会尝试打捞调查是否涉案 另一艘俄罗斯货轮 亦都在相约时间 在涉事海域出现 当局正是了解两手货轮 是否有关联或涉案 有线新闻何蕴薇报道 有四一阵回来会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政府 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制定名单 识别高风险长者并转介社区服务 政府早前又推出照顾者专善 有社工说部分个案未能及时获得支援 期望政府改善 王家俊报道 截至3月底 公屋有超过12万独居长者 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 提出跨部门合作 识别单老双老家庭 即是家庭只得一到两个长者的群组 有议员建议先从公屋住户着手 再为他们转介社区服务 防处、社署甚至医管局 一起制定一个高风险的名察 譬如说那个长者 本身身体比较常入医院 年龄比较大的独居 这个名察下就做几个配图 第一就是确保他家里面 有一些紧急认换的装饰 最起码平安中 另外政府上个月底 推出照顾者支援专线 有前线社工说 求助者未能够即时获得支援 他其实有一个很即时的情绪需要 但他们因为接听的电话 都可能实在太多 隔了两三天之后 才再回电话和他谈回 所以刚才说 会不会有一些分流分类 或者检视一下 可能要快一点检讨一下 这个服务有什么地方要改善 大家的经验都是说 要找这些服务 都是要花很多时间 打很多电话才能找到 某程度上反映了 根本就算我打电话去 都未必有服务 所以社区服务足不足够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今天我们觉得 现在给到照顾者的支援 是不足够的 政府十年前推出计划 鼓励非政府机构 兴建社福设施 至今只是新增大约260个安劳服务名额 和大约1,070个康福服务名额 蔡凯惠建议 政府考虑起多些长者住屋项目 有线新闻黄家俊报导 肺炎资源体感染 在内地多个城市爆发 有医生说 本港因为同类感染而入院的个案增加 患者一般会发高销 同有上呼吸度感染征状 提醒市民做好个人卫生 有津华报导 内地近日多处地方 爆发感染肺炎资源体 并且对抗生素有抗弱性 卫生防护中心说 留意到相关情况 本港今年8月因为肺炎资源体感染 而入院的人数有所增加 有医生说 本港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 对上一次爆发是2019年 是一个非常常见 亦存在了很久的微生物感染 在新冠疫情之前 其中一种最常见 会引致小朋友和年轻人 有发高烧和上呼吸度感染的症状 所以其实一般感染了肺炎资源体 其实那个症状都有机会比较轻微 叶柏强说 只有大约一成患者 会有肺炎这类比较严重的下呼吸度感染 他又说现在未有疫苗 可以预防感染肺炎资源体 最重要是做好个人卫生 另外一名二十个月大的男童 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死亡 有医生说暂时未知 男童出现严重拼法的原因 他又说现在五岁以下儿童 新型肺炎病毒 对于某些原因 暂时还未能完全解释 接触了一些病毒 当然包括新冠病毒 或者我们以前都听过流感病毒 都会引起一些很急性的 患性性脑炎 这些在某个程度上 你可说没有人知道哪一个 才会有这种平凡症 他又说现在五岁以下儿童 新型肺炎的疫苗接种率偏低 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打针 有线新闻由俊华报导 大埔泰湖花园一个单位起火 两人不惜送远 网上片段看到 起火单位火势猛烈 农烟升上半空 起火单位严重焚毁 外场分黑 窗框变形 现场是泰湖花园二期 17座一个高层单位 下午一点多起火 消防洞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构 大约半个钟旧式 两个男人怀疑吸入浓烟不惜送远 大约60个居民自行疏散 消防调查后 怀疑火警系充电器短路人质 数码港招聘新一任行政总裁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警信 明年4月若满离任 他决定不逐约 公司正按正常人事情序 在全球进行新一轮招聘 数码港8月遭到黑客入侵 偷走400G的职员和租户资料 但迟了大半个月才向外公布 被政府要求提升保安措施 任警信2018年上任 数码港赞扬他带领公司蓬勃发展 海关青年协会 结出青年协会联同海关 合办明日领袖2023选举 安排学生认识海关工作 活动家许有良好品德 同据领袖才能的学生领袖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和海关关长何佩珊出席启动礼 何佩珊说 活动可以给年轻人 认识香港海关的工作 让他们明白手法的重要性 和了解国家发展 启动礼又安排手茶犬示范表演 一众嘉宾和学生无意旅客入境 手茶犬示范发现怀疑毒品 下巴司机也可以是救人英雄 美国一个学童搭下巴上学途中 不吞一个硬币 差点没命 幸好校巴司机救了他一命 又凭天情说下司机如何救人 在校巴里面的闭路电视片段 看到七岁的贝尔和同学聊天的时候 突然放了东西入口 觉得不舒服 就和校巴司机求助 当时司机不以为他只是想吐 就指示他下车 之后男童就说自己吞了个硬币 导致呼吸困难 司机见到这个情况就抱拒到附近的行人路上急救 曾经接受过急救训练的他 双手压着肚前面 成功令贝尔将一个25美仙的硬币扯回来 他的妈妈在一个月之后亲自多谢司机 司机说这次是他工作17年以来第一次能够将急救知识学以致用 他期望业界可以有更多人去学急救 有线新闻彭天澄报导 日本铁路便当厂商吉田屋就食物中毒事件自协 社长吉田广城在事发一个月后首次现身 并向受影响的民众谷公道歉 他解释是吉田屋接获订单太多 超出生产能力 改向供应商救入米饭 但存放温度过高 导致在冷藏前滋生细菌 公司正是制定赔偿方案 承诺改善食物安全 已经向卫生部门提交报告 为恢复营业做准备 事件至今超过500人食物中毒 当局在回收的便当验出金黄葡萄球菌等 下令停业整顿 美国和欧盟未能够就解决贸易纠纷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 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等举行峰会 拜登说希望解决不公平的钢铝贸易 和关键矿产等议题 米歇尔说双方有时会有分歧 因此要合作去解决 会后声明同意加强经济合作 减少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 双方在调查钢铝非市场因素产能过程 和量度碳排放的方法取得实质进展 未来两个月继续开关税谈判